家与亲戚打电话问你们要不要办 马业酒 我还不确定呢 因为在杭州 如果回去的话觉得太麻烦了 你我谁 你们打算好呢 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回 我要去问问老孝吧 纸料库带回来又终于 他刚好没有了 一张都没有了 他那一头爸爸他都留了半天了 那来的挺及时嘛 刚好要给他换了 再不再不来的换 我都推快递员 我说还不到我们家宝宝 都拉太多了 买了三包是吧 规格是一样的吗 对 你买了三包小的 他只能这么选啊 新生熬的 我们大了啦 但是凭他的速度的话 也快的 他真的刚好半个月用了三包 是啊 你这样子的话 你老爹受不了了 这个鱼儿受不了了 这个怎么样 这个应该还行 试试看 有新尿库了 哦 你看太狠了 把自己的眼罩里面 对 你对自己像什么这么狠呢 你看 你家太长了 又不敢剪 好了 这么多啊 你拿这么多 这个是比这个好多了 一看就大肚大一点 这个位置还特意把肚脐的位置留出来了 蛮好设计的蛮好 好了 又有新的纸尿库了 第二个月 可能要换大妈的 优 Tak 老妈刚出来问我们 滿月酒要不要办 ater 我也有好多朋友问我要不要伴他们说 伴的话他们过来 我是觉得就别搞了 因为你看一个是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你要聚会的话也不好 第二个的话过来太麻烦了 他们过来主要是这么远过来的话 像老外婆 像湖南也好江西也好 过来那么远 太麻烦了 那就到时候回去请他们吃饭 我们满月就不办了 好不好可以吗 你同意吗 同意吗你 同意吗来握着我的手 你是要办吗你这意思是 你握着我的手是要办还是不办 我们这次就不办好不好 以后等你满周岁的时候 白天 他说过年回去嘛 我们过年回去见外公外婆 见爷爷奶奶 见其他的我们的叔叔伯伯的时候 我们再请他们吃饭好不好 好是吧 老妈 那我们江西的亲戚到时候就 跟他们讲不办了回去请他们吃饭 对 过年回去 我罢 拜拜